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的神奇之处令人难以置信 就如同百合的食用奥秘一样 它的效用之强大 超过了你的想象 既经济又高效 为众多朋友带来的解脱 大家好,我是阿允 今天日我将揭秘一种百合的养生秘诀 一旦掌握并能让你兽医匪浅 这些百合众所周知 它是厨房中的常客 然而多数人误以为其花瓣就认为是百合 实则百合之所指乃其根部 其片状形态是误解的源头 百合蕴含的营养价值极高 质量的食用能为人体带来多重益处 尽管煮粥、饱汤是最常见的烹饪方式 但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人未曾想到的使用方法 今日分享的这些秘诀 是前辈们传承下来的 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百合的营养 在市面上 我们常见的百合有干百合和新鲜百合 其中干百合应其易易于保存 成为了最常见的选择 今日分享的烹饪方法 不需要多少百合 只需大概在20克左右 稍加水分以湿润 再撒入少许的淀粉和食盐 用手轻轻搓洗 百合根植于泥土之中 表面多污垢 顾需彻底清洗 直接用水清洗的话难以洗净 而淀粉和食盐的加入 不仅有助于吸附污垢 食盐也能起到消毒的作用 这种方法能有效地增加了摩擦力 轻松地去除表面的污垢 待食盐完全溶解以后 我们用大量的清水冲洗 直至水清溅底 如此处理后的百合呢 透明洁净 更添了几分美观 接下来 我们将洗净的百合呢 加入少许的清水 放一边备用 现在看到盘中有红枣干 枸杞 少量的玫瑰花 以及桂圆干 还有五年内人工种植的这个人参片 如果家里边没有人参片的话 西洋参亦可作为替代 起锅 加入红糖和百合 将盘中的材料呢 一并倒入锅中 下面往里面加入开水五百毫升 小火煮约三分钟 三分钟后呢 一锅香气四溢的百合玫瑰红糖水便大功告成 下面呢 我们乘入到碗中 现在呢 随时都可以享用 如果你夜晚难以入眠 不妨尝试次饮 它的制作方法虽然简单 效用却非法 同时也是前辈知会的捷径 由于法律的限制呢 某些效果呢 不便明言 但详细的制作方法呢 已经一一到来 相信朋友们观看一遍呢 你便能轻松掌握 家人们 视频制作不易 若你觉得对你有所帮助 不妨以你幸运之手呢 为我点赞 你的每次点赞和关注 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 感谢你的关注与支持 喜欢的朋友 快来收藏尝试吧 你学会了吗 想探索更多日常美食 请收藏点赞 还有美食小处 阿永强持续为您带来 不同的美食分享